清明节快到了 有些民众陆续开始扫墓 但隐形眼镜族要注意了 如果扫墓后眼睛干涩 隐形眼镜千万别硬拔下来 扫墓的时候可能那个烟 或是那个太热 把表面的水分蒸发 表面就开始眼睛会比较干涩 那眼睛干涩的时候 拔掉的时候就会很容易造成那个角膜破皮 虽然角膜受伤破皮 两到三天就会痊愈 但如果不胜感染或出现溃疡情形 后续治疗就会比较麻烦 眼睛干涩时 拿下隐形眼镜前 最好先这么做 除了扫墓 另外像是吃烧烤时 也会遇到眼睛干涩的问题 尤其年纪越大 会有肝眼症的隐形眼镜族 更要特别留意 大爱新闻张贵的 欧阳光辉台中报道